經過兩年的時間與地方共同討論 希望將三千台旅館期高台紀錄移動的平原接地 規劃開發為露營期 未來計畫以委外經營的方式營運 東莞處23號特別在比西聯安部落 召開掀起規劃說明會 並聽起部落的意見 高台 平原接地陸家路為比西聯安傳統領域內的土地 過去部落主人放牛耕種和做的地方 規劃將作為露營期 部落基民提出相關污水處理環境影響 回饋機制 露營期的內容等許多餘力 所以說我們現在在黎明 老人家所需要聽的就是獲利 你們怎麼做都沒有關係 你們一定有辦法把這些環品做得很好 問題獲利在哪裡 求恩 放開指示規劃書旅館區占地3.17公頃 共有16筆土地 兩筆為國產署管理 其以軍委東莞處所管的公有土地 但其中曾有族人申請原住民增化邊保留地 因此族人也特別提出疑問 有族人主張該土地權利並申請原保利增化邊這個部分 上千台旅館區高台聚落平原階地 民國98年曾有民間機構提出營運計畫案 希望在該地勳建旅館 但因不可抗力的因素 103年終止投資企業 東莞處表示 露營期規劃案將持續召開說明會與部落溝通 居民也可透過網路表達意見 希望未來達到雙贏的目標 原始新聞訪問了台中成功採訪報導